迪丽热巴在机场开心地向粉丝挥手致意 炫耀自己超可爱的新发型 在上海机场热闹非凡 喧嚣的氛围中 迪丽热巴的出现吸引了大量粉丝和媒体的关注 身穿KVVIP服装的她 营造出一个可爱且吸引所有目光的形象 今天 在机场 迪丽热巴不仅因其美丽的外表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还因为她向粉丝们挥手致意的友好举动而受到关注 她在机场的出现不仅是粉丝们期待的事件 也证明了她在娱乐圈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吸引人们注意的特别之处在于迪丽热巴的新发型 她决定剪短发 创造出一个新鲜、年轻、充满活力的外观 这款新发型不仅彰显了迪丽热巴的自然美 还获得了粉丝的喜爱和赞扬 一位粉丝分享道 迪丽热巴的新发型太美了 她真的是一个时尚的标志 迪丽热巴出现在上海机场的原因是要飞往广州 参加明天的半母花甜品牌活动 这个活动是她忙碌日程的一部分 迪丽热巴在此次活动中的出现预计将吸引大量媒体和粉丝的关注 迪丽热巴安全到达广州已经得到确认 粉丝们正急切期待她在半母花甜品牌活动中的亮相 这个活动不仅是粉丝们欣赏迪丽热巴美丽和才华的机会 也是她分享新项目和未来计划的时刻 迪丽热巴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 还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时尚标志 每次出现 她都会以独特和个性化的时尚风格吸引公众的注意 她这次在上海机场的KWVIP装扮也不例外 这进一步证明了她多样化和丰富的时尚风格 明天的半母花甜品牌活动 不仅是迪丽热巴展现她吸引力的机会 也是粉丝和媒体获取关于她最新信息的时刻 迪丽热巴在此次活动中的出现 无疑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使活动更加特别和印象深刻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在上海机场 以KWVIP装扮的出现 创造了一个难忘的时刻 凭借新鲜的发型和对粉丝友好 亲近的态度 她再次证明了自己在娱乐界的地位 粉丝们正倒数等待着她 在半母花甜品牌活动中的亮相 预计这将是一个难忘和印象深刻的事件 因此 我们一起回顾了迪丽热巴在上海机场 穿着KWVIP装束 以及她那极具吸引力和年轻活力的新发型的难忘时刻 毫无疑问 她明天在半母花甜品牌活动上的出现 将会有更多有趣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们非常想听听您对迪丽热巴这一新形象的看法 以及您对她即将举行的活动表现的预测 您如何看待她的新发型和KWV装束 您期待半母花甜品牌活动有什么 请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并不要忘记如果您喜欢我们提供的内容 就点赞这个视频 分享视频 让大家都能获取关于迪丽热巴 以及其他精彩娱乐事件的最新信息 感谢您的收看 十部男女主超会撩的电视剧 每部都让人甜到毫无抵抗力 中国和韩国电视剧的世界无疑 已经成为全球现象 通过其多样的情节 富有魅力的角色 以及男女主之间不可忽视的化学反应 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这份关于十部男女主超会撩的电视剧的清单 呈现了一种愉快的风格混合 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甜蜜逃脱到浪漫 幻想和政治阴谋的领域 首先是贺利华庭 该剧展开了太子肖定权和阿西在皇宫中的爱情故事 这部历史爱情据巧妙地将甜蜜地互动 与引人入胜的政治斗争融为一体 罗进和李一同之间的化学反应增添了一层魅力 使它成为浪漫和阴谋的双料精品 对于那些喜欢这两者的观众来说 这是必看之作 玉面桃花总相逢采用了独特的手法 以三对背景各异的情侣为主线 导航着爱情和挑战 新颖有趣的情节 幽默的时刻以及多样化的角色 使其在这一类型中脱颖而出 该剧成功地捕捉到了浪漫的本质 同时在叙事上提供了新鲜的视角 香蜜沉沉浸如霜将观众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 描绘了花神金蜜和天地之子徐峰之间的永恒爱情 浪漫的幻想背景 感人的爱情故事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效场景 使其在视觉和情感上都令人陶醉 喜欢现代浪漫喜剧的观众 千金莫嚣张呈现了现代女性夜晚歌穿越小说世界的故事 该剧探讨了年轻人的爱情观和价值观 同时提供了英俊的男主角和大量的喜剧时刻 亲爱的、热爱的引入了独特的电竞主题 聚焦于电竞退役选手韩上演和充满激情的游戏爱好者童年的故事 该剧以其甜蜜的互动、强大的表演以及简洁 而令人愉悦的情节脱颖而出 为那些寻求新视角的观众提供了不同的选择 《继承者们》是一部韩国青年剧 深入探讨了富裕家族继承人之间的爱情、财富和冲突 丰富的家族戏剧背景 迷人的男主角以及甜蜜的爱情故事 为观众提供了对青春和社会期望的引人入胜的描绘 理智派生活对待爱情采取成熟的态度 将故事设定在一个职场中 主要角色是职业精英、沈若欣和年轻职场女性奇笑 该剧以其成熟理性的爱情描绘 独特的角色和理智浪漫之美脱颖而出 终于轮到《我恋爱了》改编自小说总裁《物宠替身甜妻》 讲述了普通女孩和富家子弟之间甜蜜的爱情故事 该剧探讨了财富、浪漫以及客服务姐的主题 为投入角色旅程的观众提供了一个温馨的结局 夜色暗永时探索城市爱情 关注职业人士莫灵泽和独立女性徐清幽之间的爱情故事 该剧以其夜间场景、神秘氛围以及成熟和浪漫元素的融合而脱颖而出 迎合了那些欣赏更加细腻爱情故事的观众 最后,这份清单包括经典改编作品《流星花园》 将日本漫画《花样男子》搬上迎评 该剧描绘了道明似和董山菜之间永恒的爱情故事 提供了充满魅力的男主角 年轻的浪漫以及令人难忘的瞬间 给全球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部女性都市情感话题剧 讲述的关于都市夜晚的爱情故事 男主角莫灵泽是一位职场精英 她深沉、神秘且充满魅力 女主角许清幽泽是一位普通的职场女性 她独立、坚强且对爱情充满期待 两人在都市的夜晚中相遇相识 莫灵泽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对许清幽的细心关怀 成功撩到了这位可爱的女生 她们的恋情在夜色中逐渐升温 最终收获了美好的结局 推荐理由 作为都市爱情剧 夜色夫妇之间的势均力敌的恋爱模式 成熟爱情的氛围感 及蕴含现实底色的台词 都让该剧在众多竞品中与众不同 莫灵泽的撩人技巧和对许清幽的深情关怀 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 剧情充满神秘感和浪漫气息 是一部适合夜晚观看的爱情剧 总的来说 这部电视剧合集展示了中国和韩国娱乐产业的 多彩多艺和创造力 为观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故事 难以忘怀的角色 当然还有不可抗拒的浪漫时刻 无论是在历史背景 幻想世界 现代设置还是富裕家庭戏剧中 这些剧成功地掌握了让观众愉快娱乐的艺术